各位小财神 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 报道还蛮有趣的 这就是那个维里安 维里安他说 他用了3GETF 然后就可以就是达到财务自由 那你会不会觉得 诶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维里安的操作策略跟宝可梦蛮相近 就是我们只是用几个简单的标的 那么就可以去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比如说年化报酬率有7%到10% 那么扣掉通膨之后 其实你这些钱就很快可以让你就是增长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在10到20年之内呢 达到你的财务自由 而不需要去追高煞地 然后过得很辛苦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来往下看 本支影片的重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维里安的这个新闻报道 那么第二的话呢 要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宝可梦的投资绩效如何 因为我把前方的美股也一段时间了 至少有超过两三年 那最近这一年的话 刚好就是使用eToro 那我也会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绩效如何 大家就可以直接比较一下 那最后呢 跟大家聊聊就是VEU跟VGK的差异在哪里 好 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就赶快往下看啰 OK好来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维里安的报道 这个 这应该是静周刊的报道 然后刚好eT Today新闻语他有转发啦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资讯栏 下面也有这相关的报道连结 那静周刊他那时候的专访是因为 维里安他出了新的专辑 那么 后来聊聊聊 他们聊到说 他 接下来应该要做到这个所谓的退休金的规划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呢 他说 他说扣掉每个月的生活费 几乎八成以上的收入都在经营公司跟ETF投资上面 那他觉得说他的职业生涯其实一人 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产业嘛 所以他其实也非常的聪明 知道说可以靠这个所谓的被动投资 应该是说 被动收入 被动投资 然后产生的收入 变成最后他的被动收入 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他后来 这边有讲到说 在父亲的规划之后 开始定期定额买基金 然后现在还在持续扣款 那他后来的投资部位只有四分之三放在ETF上面 有VTI VEU 然后还有BND三个 那他说VTI加EU的这个组合就是投资全世界 那BND的话是美国整体的债券市场 所以其实用这种数字来做的话 等于是非常的简单就可以 南瓜全部的投资组合 那他最后讲到说 他的股债比是7比3 这是所谓的资产配置的部分 这个跟你的风险承受度是有相关联的 然后他说 事实上维里安的三档ETF都是美国先锋集团发行的产品Vanguard 为什么会读后子集团 他说他其实也是认同这个John Botch 这个约翰伯格的指数化基金的这个理念 因此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是费用的部分 就是内扣费的部分呢 VTI是0.03 VEU是0.08 那BND是0.35 所以你来看这张图你就会知道说 真的 他所选择的标的 其实他的费用率都非常的低 那在台湾如果你买基金的话 他的这个费用率基本上都是0.75到1.5%起跳 甚至还更高 所以这中间大概都差了几百倍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 聪明的人 他们都会选择的是低费用率的这个部分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再仔细的去看一下这篇报道 去推敲一下为什么人家会做这样的选择 那我们的选择不见得是适合你的选择 只是说你还是必须要去思考说 到底怎么样子的投资策略才是适合自己的 那我们自己这边的话呢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这边 在哪 我们的这个 好 宝可梦的投资美股的绩效如何 好 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我们在继续往照走之前 我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说 因为之前金管会有关系 所以那个etoro已经就是决定要退出台湾的市场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分享 不会再做推广 那你如果想要就是投资美股的部分 你有非常多的海外券商可以进行 这所谓的开户跟下单 甚至国内也有一些富委托都是很不错的 所以大家就是挑选适合自己投资的方式 去投资美股就好了 不见得一定要使用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是因为它的特色是 我的资料可以直接一翻两瞪眼可以开给大家看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资讯上可以看到我的投资绩效 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是没有办法造假的 那我也是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看看 我的这个整个投资绩效 那我其实刚刚已经有先登录了 然后来看一下 有一点点慢 好进来了 这边的话呢是有我的投资组合的部分 你会发现最下面这边你有看到 就是我的总配额目前放到市场上面 已经有30300也就是说大概是3万美金左右的钱在里面了 好那目前的报酬率是2804 所以你把2804除以这个30300 你就会发现你得到的数字是9% 好所以也就是说我其实只是 我从去年8月开始投到现在今年8月嘛 大概已经过了12个月了 这12个月我做法很简单 就是时间到把钱买进去 时间到买进去 然后这些钱自然而然的为我带来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收益 好那你会发现我其实最大的投资部位是VTI VTI已经有大概1万9千美金了 好那BND的部分是4500 好这部分的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跟文理安差不多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 VTI跟BND就可以了 但是我后来配置的是VGK 那他用的是VEU 你可能就会很好奇说 诶这到底差异是什么 除了这三档是我目前投资比率大概占百分之 我看一下1万9 2万2万2万6 2万7 所以几乎是我的大概 7成9成左右 9成左右的投资都是在这三档上面 那剩下只剩下不到1成的部分 我就是投资在Visa 美国运通跟MASA卡 因为我是信用卡部落客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了解 我觉得我对他们有信心 所以我会特别再提拨一点钱放在这身上 那另外的三家VWTLT跟ALA 我其实在PressPlay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 你有兴趣可以点一下我们资讯栏下面的PressPlay里面 我的专栏有非常多的介绍 你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那我个人的想法是 其实投资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困难 昨天那个也有杂志来采访我 那他们也是问我说 宝可梦那你都买哪些东西 那你的投资策略是什么 那我其实也是侃侃而谈 跟他们聊一下我的想法 那这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说如果你有来看我写的文章 或者是讲座上的分享 其实我都有讲过非常非常多遍了 对我来说就是 指数化投资 无脑的去买就好了 那我自己的本薪 比如说三万多 那我自己可以支应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开支以外 能够存下来的钱就是全部都放到市场上面去 除了本薪资赚的钱以外呢 还有额外在接的一些合作案 那每个月的一些额外的固定的收入 或者是被动收入的部分 也是持续的投进去 这个做法我相信 威里安也是这样子的 他的做法一定是说 他的公司有赚钱 那么他赚的钱 七成八成以上全部都投到这个市场里面去 那么他不需要去做择时进出 只要安安稳稳的 时间到就买 时间到就买 那么他的成效其实就很好 那报道上面写说 他的成效是7% 但我这边的绩效看起来是9% 所以其实 你也可以拿到这样子的投资绩效 只要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个东西 其实不分 不管是哪一个人买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 那VGK跟VEU到底差在哪 为什么宝可摩选择是VGK 那维里安选择的是VEU 那我有简单的稍微把这个资料查一下 VGK其实我的选择那时候选择是欧洲国家 所以VTI再加上VGK 它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成熟开发国家 那就是欧洲有16个国家嘛 像英国 法国 瑞士 德国 然后还有奥地利 比利时丹麦 芬兰 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荷兰 挪威 然后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其实这些国家的股票 都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 所以我的投资组合 其实比较偏向的 就是一个成熟的国家体制 然后可以 就是让我赚取到的利润 那 维利安的部分 它选的是VEU VEU的话 也是这个所谓的指数型的这个基金 然后它最重的是FDSE All World X US Index 这个广泛的 基本上来讲是包含这个所谓的新兴市场 那46个国家里面 一共有2200只股票 非常的多 我觉得它的这个所谓的分散性 也是非常的高 那新兴市场国家 它当然是因为 它的可成长性比较高 所以获利的潜能是高的 那只是说坏账应该也不少 所以新兴市场的话 我觉得风险也是高了 不过它的这个 投资配置的话 就是说美国 跟美国以外的新兴市场 全部加起来 其实也几乎就是 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投资的市场了 那反而我选的VGK 是属于 比较看重在这所谓的 这个已发杂的 欧洲国家的部分 那两个不同的涉月 其实它的成效都会有不同 大家也可以就是 一每年这样下去 做比例去算也可以 那只是说我当初选择 就是用VGK来做配置 也OK 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各自去 看适合自己的 那我这边有从 那个Money DJ有去 把一些基本的资料抓下来 像VGK的部分 它这边有讲到 其实你要看 你要看的重点是 成立多久吗 2005年到2020 已经15年了 然后它的内扣费是0.09 那另外一个是 VEU的话 它的内扣费也是0.09 所以其实都是低于 0.1% 非常的低 那这个VEU比较晚一点 成立在2007年才成立 但他们所管理的资产 其实都很高 像这个是 378.000百万美元 那像我 现在投的VGK 是158.000百万美元 所以其实都 还蛮大的 不过这个VEU的这一档比较大 所以 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去做配置 因为 了解自己的属性 然后并且找出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看着它稳定的成长 你会觉得非常开心 像宝可梦现在已经一年了 但在这一年里面 其实我的 我的这个 E2的这个成长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还蛮欣慰的 就是我在台湾可能 台湾的股市或者是005年 它可能没有办法给我到9%的报酬 但是在这个 我在投资美股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的确是 带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回报 所以 我个人就会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我看一下 应该有一个 我的这个整个 报酬往外走的这个图表 对 这边这个表格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跑出来了没 有投资组合 啊 统计 统计数据吗 不是 图表 啊 在这个图表 其实 它就是说我去年8月 然后 投到12月 1月的时候 但忽然间 就是因为 COVID-19有关系 往抖降 那现在又一直 资产水准又不断的 往上提升 到之前的高点 现在可能会再继续往上走 所以 其实我因为 使用指数化投资 那我的资产配置 只是配置 一定比例是在这个 所谓的 股票嘛 那一定比例是在债券 那因此 所以我的走势 跟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的走势 其实是相吻合的 所以 你也可以从这边看到说 其实 市场有赚 其实宝可梦就会赚 那市场有赔 宝可梦就会赔 那么 当初23月的时候 就是大跌 我也是大跌啦 不过现在已经走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 你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别人是怎么做投资的 然后再来 你一定属于自己的投资策略 你不需要跟单 因为这些东西都在 网路上面 就是一清二楚 你都可以看到了 好 你不使用eToro也没关系 因为你有更好的选择 不见得一定要使用这个产品 只是说 我钱已经放这么多在这里 我就会持续的 投资资金进去 那这就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简便的方式 那 我觉得啦 就是说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韦里安的故事 然后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 财务自由是不是 对于每个人来说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你只要 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年化报酬率7%8%9%都可以 韦里安有7% 宝可梦有9% 那你有几%呢 好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觉得这一次 如果你把它从头到尾看到完 你一定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然后来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也许你可以找到真的适合你 然后又简单轻松 然后又可以持续的这个 让你的资产成长的一个方式 好吗 那非常的开心就是 你把影片开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非常欢迎你赶快来订阅一下 然后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理财资讯就会送到你家 那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领略这个所谓的 指数化投资的美妙之处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